赵雷和黄有龙和赵图元 双方都未有回应 北京时间2月13日 中国综合蒙湖网站 凤凰网娱乐旗下与广义大封号爆料车 赵薇黄有龙分居 依次婚女生变 爆料车 2019年1月底 赵薇连演五天话剧 当时好友苏友鹏 窦靖童等人亲自到场支持 而黄有龙始终都没有出现 早前曾有媒体看到赵薇与友人聚餐 期间还没拍到了一次千年的动作 不过此事遭到辟谣 不知这个八卦是否与赵薇黄有龙 与私婚变有关 资料写是 1976年出生的赵薇 因主演青壮宫情去还助哥哥 而被盛关注 之后自己转行做导演 2008年 赵薇与商人黄有龙交往 通年 二人注册结婚 2009年 赵薇因来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其较毕业作品而延期毕业 2010年4月11日 赵薇在新加坡英格医院偷妇产 生下一女 女儿大名叫做黄欣 小名叫做小四月 赵薇在中国有女版巴菲克之称 不过被中国证监会处罚五年进入正确市场 他与老公黄有龙等人 五年内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监高等等 此前 赵薇工作室 提了离婚的消息 图源 而赵薇工作室 赵薇出席活动的照片图源 VCG因此 外界频频传出两人离婚的消息 甚至一度传出黄有龙景深突破 2018年1月初 赵薇工作室 赵薇洋网传的赵薇离婚事件称 网上所有的内容 均为虚假信息 如今 在传出两人婚姻结束 不知此次赵薇方会如何回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